还有我的书上都写 环保署有一个APP很棒 叫做环境及时通 如果你们家里有过敏的孩子 或是你自己本身对空气污染 有这样的警觉心 每天出门的时候 你就要点环境及时通 看一下今天的空气污染指标 我们的PM2.5的数值是多少 如果闪的是这个黄灯 红灯 你就知道今天状况不太好 出门的时候记得跟我们叶医师效法一下 要戴口罩出门 也提醒孩子们出门的时候 记得说我们今天空气平均不好 记得如果你在几点运动 比如说要跑步要玩的时候 更要把口罩戴起来 因为跑步的时候你吸的空气就会更多 有的时候这个症状就会更严重 那再还有很多其他大的方向的这个部分 比如说你们的孩子如果说真的有比较严重 那甚至我们选择那一天不要出门 在家不要吸到这些脏的空气等等 我们有不同程度的做法 不过我先提这两个 怎么样把屋内的空气品质弄好 还有出门的时候 记得我们要知道今天外面的空气好不好 来做阴影的预防的对策 这是我今天跟各位的分享 谢谢大家